猎王记下第四章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 哀求以丽莎说 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他经为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 现在有寨主来 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 以丽莎问他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告诉我 你家里有什么 她说 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 没有什么 以丽莎说 你去 向你众灵社借空气敏 不要少借 回到家里 关上门 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气敏里 倒满了的放在一边 于是 妇人离开以丽莎去了 关上门 自己和儿子在里面 儿子把气敏拿来 他就到油 气敏都满了 他对儿子说 再给我拿气敏来 儿子说 再没有气敏了 油就止住了 妇人去告诉神人 神人说 你去卖油还债 所剩的 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 一日 以丽莎走到书念 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她吃饭 此后 以丽莎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 妇人对丈夫说 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 是圣洁的神人 我们可以为她在墙上盖一间小楼 在其中安放床榻 桌子 椅子 灯台 她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 一日 以丽莎来到那里 就进了那楼躺卧 以丽莎吩咐仆人吉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妇人来 她就把妇人叫了来 妇人站在以丽莎面前 以丽莎吩咐仆人说 你对她说 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 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 她回答说 我在我本乡 安居无事 以丽莎对仆人说 究竟当为她做什么呢 吉哈西说 她没有儿子 她丈夫也老了 以丽莎说 再叫她来 于是叫了她来 她就站在门口 以丽莎说 明年到这时候 你必抱一个儿子 她说 神人 我主啊 不要那样欺哄婢女 妇人果然怀孕 到了那时候 生了一个儿子 正如以丽莎所说的 孩子渐渐长大 一日到她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她对父亲说 我的头啊 我的头啊 她父亲对仆人说 把她抱到她母亲那里 仆人抱去 交给她母亲 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 到晨午就死了 她母亲抱她上了楼 将她放在神人的床上 关上门出来 呼叫她丈夫说 你叫一个仆人 给我牵一匹驴来 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 救回来 丈夫说 今日不是月术 也不是安息日 你为何要去见她呢 妇人说 平安无事 于是背上驴 对仆人说 你快快赶着走 我说不吩咐你 就不要迟慢 妇人就往嘉弥山 去见神人 神人远远地看见她 对仆人激哈西说 看哪 书念的妇人来了 你跑去迎接她 问她说 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 孩子平安吗 她说 平安 妇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里 就抱住神人的脚 吉哈西前来 要推开她 神人说 由她吧 因为她心里愁苦 耶和华向我隐瞒 没有指示我 妇人说 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 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哄我吗 伊丽莎吩咐吉哈西说 你竖上腰 手拿我的杖前去 若遇见人 不要向他问安 人若向你问安 也不要回答 要把我的杖 放在孩子脸上 孩子的母亲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 伊丽莎起身 随着她去了 吉哈西先去 把杖放在孩子脸上 却没有声音 也没有动静 吉哈西就迎着伊丽莎回来 告诉她说 孩子还没有醒过来 伊丽莎来到 进了屋子 看见孩子死了 放在自己的床上 她就关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她便祈祷耶和华 上床扶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既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 然后她下来 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 又上去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伊丽莎叫吉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夫人来 于是叫了她来 伊丽莎说 将你儿子抱起来 夫人就进来 在伊丽莎脚前 俯伏于地 抱起她儿子 出去了 伊丽莎又来到吉甲 那地正有饥荒 先知门徒坐在她面前 她吩咐仆人说 你将大锅放在火上 给先知门徒熬汤 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 遇见一颗野瓜藤 就摘了一兜野瓜 回来掀了 搁在熬汤的锅中 因为他们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到处来给众人吃 吃的时候都喊叫说 神人哪 锅中有致死的毒 所以众人不能吃了 伊丽莎说 拿点面来 就把面撒在锅中 说 倒出来 给众人吃吧 锅中就没有毒了 有一个人 从巴黎沙里沙来 带着出手大麦做的饼 二十个 并心碎子 装在口袋里 送给神人 神人说 把这些给众人吃 仆人说 这一点 岂可白给一百人吃呢 伊丽莎说 你只管给众人吃吧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众人必吃了 还剩下 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吃了 果然还剩下 正如伊和华所说的